中午12点N标的重大官宣 恭喜周期收意外大礼 姚明没有白等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量仔聊球 我是量仔 如果你喜欢量仔的视频 别忘了给我点点赞和关注 谢谢大家的支持 接下来我们言归正传 说一下目前的 其实N标的这边传来了一个重磅的好消息 大家也知道 那么现在的其实CBA的比赛 正式就有一个第一阶段的休赛期 那么第二阶段的比赛 会在12月下旬举行 与此同时我们也注意到 那么目前周期呢 去往澳洲这边的N标的联赛参赛之后呢 目前他们的节目战已经是正式开始 并且我们也看到那么周期啊 在这一次的节目战当中的表现还是相当不错 也获得了队友呢 以及教练员的尊重 而我们也看到其实啊 随着他的表现非常的不错呢 那么其实周期整体的一个作战能力啊 不仅仅是得到球队的认可 也得到了N标的这边的一个官方认可 那么就在最近的中午12点 我们也看到了N标的官方这边呢 也是正式官宣了最新一期呢 N标了新赛季比赛的一个石家球 那么从这石家球里面呢 其实有一个镜头值得关注 也就是周期呢入选了这一次的一个视频集合 那么可以看到周期呢也是排在第六 那么当时呢 他的一个扣篮表现的非常的不错 所以也入选了本次官方呢 选择的一个石家球的一个视频集结 所以可以说啊 其实啊N标的这次的重大官宣呢 其实一方面呢 那么也是啊 剪辑一些比较精彩的一个视频 另外一方面 我觉得恰恰呢 也是表示了他们官方呢 对周期的一个认可 对他们实力的一个体现呢 也是非常值得同意的 所以这次我觉得 其实这次官宣呢 对周期来说也是一个很意外的大礼 很意大惊喜 本身呢 他一个人呢 到了国外去打球 是非常不容易的 在之前呢 也面受了很多一些质疑 相信刚刚到球队呢 可能这些队友啊 教练员呢 也不一定会相信他 但是我们也看到 那么其实周期呢 这段时间里面呢 也是利用自己的努力 而且很争气呢 也是逐渐在NBL的联赛这边 站满了脚跟 甚至也让更多的一些球队球员呢 包括这些官方的人员 也认识了周期 所以可以说啊 这次周期呢 能够在比赛当中获得好的成绩 也获得了官方的认可呢 相信对他接下来一个鞭策和鼓励呢 也是非常大 也是非常重要的 而我们也知道 那么周期这次能够获得这么大的肯定呢 表明他的实力已经是越来越厉害 他也逐渐得到了一个很好的成长 所以可以说他越来越强呢 那么对于我们中国男男来说 自然也是一个好的消息 那么尤其是对姚明来说 他肯定会非常的欣慰的 因为我们也知道 在2019年呢 那么其实当年的世界杯 对于很多球迷来说 就是一个心理的痛 当时我们也知道 恰恰是因为周期的一个关键失误呢 给彻底的撕掉了 所以这样一来当时周期呢 也成为了很多球迷呢 质疑或者说攻击的一个对象 当时啊 姚明在场边呢 看的也是红了眼睛 非常的难过 所以我相信其实呢 他真的是当时对周期啊 还有一些年轻的球员呢 是感到比较失望的 但是我们也看到 那么经过这两年的一个成长 那么周期是变得越来越不错 越来越优秀 也逐渐成长为 我们中国男男独挡一面的一个内线中锋 确实也是值得信赖 所以这次啊 看到周期得到官方的认可 而且表现越来越出色呢 我相信姚明也会很欣慰 他也是确实没有白等 终于看到呢 新一代领军人物呢 变得越来越强 所以接下来我觉得 其实对周期来说呢 能够获得这么好的成绩 确实非常不容易 也从中能够体现到他的用功程度 那么我们呢 作为球迷肯定也非常希望说 他作为代表我们中国的一个球员呢 能够继续在新赛季的N标的联赛当中呢 取得更好的成绩 用他更抢眼更强势的表现呢 让那边的一个市场 更多的看到我们中国的球员 其实也不差 让他们看到我们这边呢 有更多优秀的球员 那么将一来对我们这些球员 将来会去到澳洲或者说 甚至去到NBA这边的去比赛 去进行一个流洋呢 我觉得也是大有好处的 所以接下来希望周期啊 能够好好加油 在新赛季能够取得更好的成绩 好了本期的量仔聊球就聊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